早上好上班了啊 到公司了 今天估计又是第一个啊 7点31 机台还都没开呢 先把机台打开 先开电源 我们昨天老板说要准备到月底再买一台加工中心 因为现在不是四个人只有六台机 所以老板还打算再买一台 再买一台可能有可能会放到这里 你看现在这是这边五台 这边有五台加工中心 这边那里有一台六台 到时候再把这里放一台 最近都不忙 但是老板还是 还是就是准备买机台 因为人多呀 有四个操机的机台只有六个 所以效率不是特别高 老板感觉 还是再买一台比较好 先把这个机台电源打开 你说同样是受控的 但是老板感觉这个加工中心 就是理所应当的就是一人两台机 但是受控车呢 他们这些我们这个车床也有四个人 三个人三个人开四台机 就平均一人一台机 老板也没有闲人多 但是加工中心的话就不行 加工中心就是一人两台 你看这车床 车床似乎一般就是一人一台机 这种机床 这种机床是 排刀机 有的人说是排刀机 但是还有说是刀塔机 应该它的叫法不一样 应该都是一样的吧 应该这个车床我也不太懂 反正这上面就有一个刀盘 刀塔 这刀塔也就装了几把刀 只能装八个刀 这个也是 都是带这个刀塔的 车床坐的 小批量比较多 这种都是 热处理的调制的料 你看这不是 这都是带刀塔的刀塔机